在这一边他说他这个图里面有两个similar是相似的 那一个三小 is the object calculate the value of y similar的情况之下呢他对应的边除对应的边会是一样的 所以我的这一个对应的是这一个 所以我的y除以6我这一个跟这个是对应的 如果我这边我给他名字的话这个是a b c d f ok然后我的这一个他对应的在这一边他是 a是进去里面了然后b是去到比较长的这边 这个是比较长的然后c d f 然后如果我讲他是放大的话呢 ok similar放大其实也是similar的一种啊 这个是放大的话这个是a b c d f f 所以我的y对应的是6 所以你看这个y对应的是这个6 所以我的y除以6会是等于这个14对应的是8 ok 14除8 所以我的y等于14除8再乘以6 ok 14除8乘以6的话呢在这一边其实我是可以运简的啦 呃326428然后呃在这一边27所以他会变成212 212其实也就是10.5啊所以他的这个y的长度就是10.5 然后他会变成212 所以他会变成212 所以他会变成212 打电话 打电话